金章高铁 我们所说的就是国内提升高度最高长度最长大的电梯它的提升高度达到了42米长度达到了84米 第一次坐这个高铁去崇利滑雪 因为以前我们去崇利可能需要开车三四个小时 然后这个特别方便 然后直接到崇利 然后听说底下有百度车 直接到各个雪场 省去了很多时间 现在小新就来到了太子城站 一处站就有浓郁的冬奥氛围 包括在地面上和墙面上都有很多冬奥的元素 另外在这里也可以实现双脸近战 现在小新来到了位于太子城的一个滑雪场 通过金章高铁的开车之后 也吸引了很多日华客来到这里进行滑雪 游客的体验感也得到了提升 我从北京西志门北京北站坐高铁 八点半的高铁 然后到太子城站 然后坐百度车到这个雪场来 因为新开通的项目 所以过来尝试一下 乘乘节方便快捷 15天的时间截止到1月14号 共运送了旅客78.33万人 其中发送旅客是39.87万人 到达的旅客是38.46万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